早上好 我是家旋 欢迎收看7月20号的百隔城报 新闻开始为您跟进 行动党吴拉港区州议员黄田志车祸身亡的噩耗 他是在今天凌晨10分 驾驶四轮驱动车 准备跟投诉者会面的时候 在交加大道11.7公里处 撞上大道公司 一辆清理路面的罗里后部 不幸车毁人亡 接着是早报头版新闻 大部分都给了财政部长林冠英 针对9月落实销售及服务税的计算会 各家报纸头版所抓的重点大同小异 也就是SSE的征税方式 不像GSE那样向所有的商品征税 而只是针对部分的商品和服务征税 所以林冠英指出 征税的物品的项目 从过去的60%减少到38% 其他的头版新闻就是教育部宣布 从明年开始所有学生都不再穿白鞋上学 一律穿黑鞋上学 接着我们来看其他的国内新闻 在国会议会上 遣词用字很重要 昨天反对党领袖阿莫扎西 为了抨击西蒙无法信守承诺 兑现进水宣言 而使用了一个字眼 当场遭西蒙议员跑轰 要求他即可收回 我们得到61年 但是30%从当时的协议员 感染 itu ditanggung oleh seorang artinya masanya 30% itu jangan salahkan sebelum itu dan selepas itu kononnya negasi yang dibuat itu adalah terbaik tetapi berapa banyak negasi lama yang berhormat 1MDB salah siapa yang berhormat kemarin saya telah tanya berani jawab kita harus memandang kehadapan kita harus melakukan sesuatu yang lebih baik demi rakyat kalau janjinya untuk rakyat mesti dilakukan 在此烧动中 首都主持国会议会的副议长尼克敏 在不慌不乱下 要求议员安静坐下 并且给予阿末扎西解释的机会 如此的做法让阿末扎西称赞到 这才是公平公正的议长模范 尼克敏也成功平息了议员的争吵 没有再发生僵持一小时的闹序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指出 首相属下类似情报研究的部门 曾经在第14届的全国大选前 致函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 寻求美国支持时任首相纳吉 信函中要求哈斯佩尔向国务卿报告 纳吉在处理这场选举面对的复杂性 也吹捧了纳吉的渐进式外交政策 和对区域内部安全的贡献 以及美国支持现任政府的必要性 信函中透露 现任首相敦马哈迪 会对美国在地区的利益带来影响 反观纳吉会是一个好盟友 有关的信函被一名来自首相 敦马哈迪办公室的发言人证实属实 而这封信是由研究主主任 哈沙纳·阿都哈密所签署 针对此事件 纳吉表示惊讶 并否认该信函的存在 而他也强调 并非所有的信函都必须要通过他 对此行动党元老林吉祥 就批评纳吉是大马史上最糟糕的首相 并且要求纳吉必须要在 下周一的国会议会上解释有关的事情 另外外交部塞福丁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 他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 不过他认为情报局应该要负责 确保国家安全 不应该要介入大选 不过他也相信内政部长穆尤丁 会探讨此事件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